法国的议会选举为何重要呢? 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今天跟大家深入分析一下 大多神,今天是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 欢迎大家收看《财经早餐》的节目 对于今天星期日的法国议会选举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首先要明白 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复兴党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它的支持率只有21% 远低于它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分别由勒庞所属的国盟联盟 和另一个党派叫做新人民阵线 所以市场就担心 马克龙在今次的议会选举可能会输 如果马克龙输了,那又怎样呢? 勒庞属于极右 新人民阵线属于极左的党派 两个党派的经济政策都是极端的 所以上述两个党派不理哪个胜出 市场都担心会把法国的财政破坏 如果财政被破坏,那又怎样呢? 法国现在的财赤对比GDP的比例 已经是高级5.5% 高于欧盟所定下来的3%的上限规条 如果因为极左或极右的政党上台 推出激进的派福利方案 令法国财赤被GDP进一步失控 法国作为欧盟核心的龙头大国 对整个欧盟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当法国的财政都失控的时候 又怎样要求其他欧盟的成员国 去遵守财政的纪律呢? 如果每个国家都不遵守财政的规条 随时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 又可能会重演 又可能会推到欧盟去瓦解的边缘 这正是今次法国议会选举的重点所在 既然明白法国议会的重要性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理解 上述三个不同的党派的经济政策 对于马克龙来说 我相信也不用多讨论 因为大家都有眼可见 至于国盟联盟和新人民阵线 他们的经济政策的分别又在哪里呢? 首先看对于投资的环境来说 市场普遍更是倾向期望 极右的国盟联盟有机会赢 因为新人民阵线的财政政策 看上去更似失控 他们扬言一旦赢 将会每年增加1500亿欧罗的财政预算支出 用来作为降低退休年龄 由现在的64岁降到60岁 以及增加公务员的薪酬等等 面对这些政策 市场担心新人民阵线一旦主导了国会的时候 法国的财政将有机会更混乱 甚至可能会发生类似 英国前首相卓慧斯上台后 对英国所造成的破坏情况 国盟联盟虽然也提出要削减能源消费税 以及降低退休年龄到60岁 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一系列的削开支方案 例如削减新移民的福利 以及堵塞税务的漏洞等等 而国盟联盟也承诺 会将现今法国的财赤对比的GDP的比例 去到2027年回降到欧盟设定的3%水平 以及承诺也会紧密和马克龙合作 就不会上台之后赶他下台 所以如果按照国民联盟的说法 相信就算他们赢的话 市场按理论上也不会太恐慌 但当然国民联盟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那就是拭目以待了 但这个已经是较新人民阵线 如果他要上台的话 国民联盟就明显是要好 那明白碎碎一契之后 就更加明白要怎样去观察 今个星期日的法国的议会选举 当然今个星期日的只是首轮的选举 有待7月7日才是次轮的选举 一切才会落实的 那大家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极端的政党 能不能够取得议会中的大多数的议席 那取得越少的 那对法国的稳定是越有利 而退而求其次的 就看下国民联盟 拿到的议席的席位 会不会又教新人民阵线是要多 那如果越多的也会是较为理想的 好了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